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于2019年学会演唱会 结束就正式退出演艺生涯 从费玉亲的亲笔信可以看出来 父母的去世对她的打击是很大的 虽然在舞台上费玉亲光芒四射 但是在舞台下只有她自己知道有度孤独 63岁这个年纪在别人来说已经是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光 而她却还是截然一身 在事业上前 勤恳恳的态度让她忽略了感情生活的重要 更忽略了父母在人生上有来处 父母去人生只身归途的意义 或许在这个时候的确有点没时过完 但正如费玉亲所说的 没有了亲人的关注与分享 再热烈的掌声 也填补不了心中的失落 对于在事业上的费玉亲来说或许是因为热爱 但是讲真的 这种痛是双心的滋味真的不是能亲密体会到的 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会懂得 那是一种天他地陷的感觉 或者更像是一种无能为力被撕咬的脚痛 更何况费玉亲在圈内还是一位出了名的孝子 2018年9月27日 费玉亲亲笔信中正式宣布 于2019年巡回演唱会结束 便正式告别演艺生涯 在舞台上的46年 把一生中最好的光景都奉献给了事业 在即将要挥手说再见之际 无论对费玉亲本人还是对观众来说 都是一种依依不舍的心态 虽说这样 但很多歌迷朋友纷纷表示 赞同费玉亲离开舞台回归到生活的做法 毕竟在将来的日子 他也该认认真真 各位自己考虑考虑了不是吗 对于费玉亲即将离开舞台的做法 各位是什么看法呢